一路以來香港其實整體科研 as a percentage of GDP其實都是偏低的 在國際的水平來說 如果你看回科研雖然已經偏低了 它集中的地方都是一些大學 或者是學院上面的政府資助式的科研 我覺得現在最重要要做的事情就是 鼓勵private sector 即是我們的工業 我們的私人企業 我們的初創企業去參與多些科研 private sector我們都要做多些功夫 令到它接受和覺得 光顧香港本土的創意或者技術的產品是可行的 相比起美國、歐洲那些地方 其實我們金融科技或者金融的開放程度 可能未必是最領先 現在你知道外面有很多譬如眾籌、crowdfunding 或者一些fintech的含了技術 譬如我們祖國叫做Internet Plus的概念 其實在現在的金融制度下 未必在香港很容易發揮得到 香港是金融中心 但是我們譬如 合適或者有利於初創企業上市融資的條件 由Angel Investment到VC 即我們叫做Series ABC到IPO 這幾個領域裏面其實都可以做一些review 看看可否在上面吸引外面更多的投資者進來 至於IPO市場 其實在香港現在有的科技公司 或者大型的創意公司 其實都是內地的 香港本土的公司 其實都應該可以在市場上 IPO領域去立足 香港的上市條件 是不是造就到一些科技公司去做呢 因為香港聰明的人其實很多 但是他們都可能會做一些專業 寧願投身一些穩陣的行列 對創新創意和創業 暫時來說可能太疑心了 那怎樣可以將這個mindset去改變呢 就是我覺得政府可以幫到受最大的地方 可以引入很多其他的VC 或者投資者 或者一些其他擅長做這方面的企業進來 鼓勵創業 可能是和教育 我們很多人口政策 或者是我們的custom 或者是輸入外勞 或者是招商 或者一些移民政策 其實都有相關 那我覺得這個反而是 我認為政府最值得思考的地方 那當然這個過程 也都在初創企業的層面 要多一些winners走出來 令到譬如現在的年輕人 或者是他們的父母 我都看到原來創業真的會很成功 香港不是只有金融和地產 才可以做出頭的